至於房地產市場方面,走勢的變化也要小心留意 這輪氣氛一手仍是可以的,但二手仍是很黏的 加上商業物業方面,由高位都回落了不少 疫情超過兩年半 走勢會的估值又如何呢?請這位專家跟我們談談 前七糧師學會的會長余錦雄 早安余錦雄 早安余錦雄 余錦雄,先和您下一個市況 近來大家說一手仍有熱鬧的氣氛 但二手方面相對比較靜 在住宅物業方面,您怎麼看現在的市況呢? 市況所有買家都觀望 因為打仗俄羅斯影響了很多能源 影響了整個世界的經濟問題 大家都擔心 東西方的貿易往來是不會再回到像以前那樣 再加上疫情最近又有點反覆 很多東西加起來 尤其是對中國經濟的擔心 因為對香港應該是很大的 所以大家都觀望 一觀望,成交就弱了 一弱就形成了現在這樣的局面 另一方面,商業物業 我們知道疫情到現在兩年半有多 最近其實剛剛政府都說了 持黃馬人士可以參與企業對企業的會議 和展覽 希望能夠慢慢復甦展覽業和旅遊業 你自己看商業物業的情況是怎樣呢? 我估計就算旅遊業或者展覽業那些復甦 都是一個很慢的過程 直至到疫情真正的完結 而商業物業最受打擊的就是因為加息 因為由一開始 譬如說說不是很久 可能一年前左右 高度都是零點幾開始 到現在都接近是1.9 是說加了很多的 而商業物業是靠收租的 對息是很敏感的 現在的情況就是 在利息高之下 租又不理想 所以商業物業的市場價值 你說mark to market 都會受到影響 如果說到息口對於商業物業價值的關係 其中一個就是 涉及到cap rate 預期回報率 可否跟聽眾解釋下這個預期回報率 是否會影響著估值呢? 因為當息口飄上的時候 大家是否預期那塊錢 可以生息都已經有回報 現在你估計預期回報率會上升多少呢? 如果你預期回報率 以前一般商業物業都在說是3厘以下的 譬如你收租收3萬元一年 你3厘 預期回報率是3厘 你做資本價值就是100萬 因為3厘嘛 那就對100了 好了 現在的利息就加了 譬如說 現在相對來說就加了接近兩厘了已經 你這個3厘的預期回報率就會上升 但是未必上升到5厘的 但是起碼都要去到4厘的話 那3厘去到4厘呢 如果你的租金不跌仍然是3萬元的話 其實你那個資本值呢 就是預期回報率仍然是3 你那個價值就會跌了3分之1 影響很大 我見到一些地產上市公司 所以將預期回報率都去到5%了 去到5%了 就是等於一般的個別投資者 或者是小投資者 你每個月可能在供10萬元的 那你收租就收了8萬元 那你貼2萬而已 但是你10萬元 你又變成供樓就變成14萬這樣 那你8萬和14萬 那個差別就是6萬元 但是這些就是一般的小投資者 發展商就不會的 因為香港的發展率是很低的 那換句話說 他們是不會有什麼風險的問題 不過他的收益就受到打擊了 那變了影響了他的業績 我見到有些地產商 都可能因為資產貶值 就令到業績的盈利都被吞食了 那這個情況是不是要隨著 例如說香港那個特別的商下 這些收租的情況 都似乎暫時見到結構性的改變 是不是那個趨勢都會下跌 那些商下的估值會跌多少呢 你評估 我相信所有的商業大廈 或者商場那個mark to market的估值 就肯定跌了 而香港的世界現在的會計總值 就是你每一次重股 跌了多少呢 就是會是一個重股值的損失 那你每年你原本賺50億的 那你 就是你的營運賺了50億 但是你的mark to market的資本值 就跌了40億的 那你的盈利呢 就減了40億就剩下10億了 不過這個呢 只是一個數字遊戲 因為發展商沒有賣到 那棟樓還在 所以呢 那個就是帳面來的 因為以前的會計準則是不算的 這些不算盈利的增加 也不算盈利的減少 但是現在呢 就算是大家可以看看 但是實質的影響呢 就沒有什麼的 不過話雖如此 那你現在那個估值呢 如果你是持續性 長期的慢慢的跌的話呢 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了 其實都跌了可能都有兩年 疫情都超過兩年半了 因為 疫情最初就不是很跌的 但是 因為預期疫情不會持這個短期的 但是後來就因為疫情遲了很久了 那就開始跌了一點 加息一來 那就無論如何都守不住 那現在發展商的估值來說 又不會說跌很多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雖然說 喂 利息加了 相對來說呢 那個cap weight就會高了 特朗普說 因為基本值呢 就可能跌到很多這樣 2、30%這樣 但是 計又未必是這樣算的 因為之前呢 那個cap weight是兩厘充一點 那現在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做估值的話呢 就不至於說用到五厘的 因為呢 現在的市場上面 那些樓的調價呢 商業價值可能都是四厘 或者三厘八 那其實做估價呢 就看市場而已 那成交淡定而已 都不會馬上說跌到五個百分比 或者甚至乎更高 但是如果利息一直持續是這樣的 市場一直持續是這樣的 那就長一些時間跌到五個百分比 那就是說 就長一些時間跌到某個位 那現在來說呢 我想跌十幾個百分比 就很平常 我想問一下 剛才你說的 就是在估值上面 就是在估價上面 其實現在如果成交方面 相對那麼淡靜 怎麼猜一些商業物業的價值呢 那股值呢 又成交又比較 原本一百塊的 買了八十塊的 即是跌了兩成 要買到五塊的 即是跌了五塊 那我們會初初呢 在那個很疏落的股價的時候 那個成交的時候呢 那我們的估值呢 都會是跟回那個成交價為主 就不會說 比如你一百塊的原本 那現在買了九十五塊 那就跌了五塊 那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說不是喔 以前一百塊的時候 就是一百個成交的 現在九十五塊 就剩下五十個而已 這樣 那我們的估值呢 都是九十五塊的 就不會把它說低過九十五塊 反映那五十個少了的成交的 因為這東西呢 將會怎麼反映呢 將會在下一次再看的時候呢 因為成交少了的時候 九五塊會再跌到九十塊的嘛 到時看到市場有成交九十塊的時候呢 我們就用比較法就跟 所以每個天說呢 就成交會少了呢 接下來就會引發那個交易價會低了 那我們看到真正的交易價低了的時候 那個估值就會反映出來 那這個比較法 比如說中環的甲級寫字樓 有些成交都是大幅虧樣 看到各別拆散了賣的 那這些成交會不會影響到隔壁街 比如去到IFC那樣頂級的 那它沒有賣的 但是會不會影響到它的估值也會下跌了呢 理論上就會的 但是實際上就不是太多 因為為什麼呢 你比較就蘋果對蘋果比較嘛 是坦對賣的 那你那些拆散來賣的 拆散來賣的 的急級寫字樓的話呢 那它和IFC是兩方面來的 即是無論是管理啦 位置啦 警官啦 都不可以說是這樣比較的 我們要調整那個比較參數 那一調整的時候 其實IFC的影響就不大 但是反而如果IFC的租金跌得很厲害 那它影響更大一點 所以現在出現那個空置的情況 是不是有些業主就代價而租呢 即是寧願空置它都不用一個便宜的租約去租 因為會影響其他同棟樓的股價呢 會不會這樣的情況 這個就等於說成交跌了 空置多了就是成交跌了 如果那個業主說空置太多 就知道它直接便宜都繼續租下去了 那就絕對影響那個租金和那個股值 但是如果它空置的時候呢 它空置一段時間 一個短的時間 什麼叫短呢 可能六個月啦 或者九個月都叫做一個短的時間 那沒有人知道九個月之後會不會回來的 那些租金 等於香港見識很多次風落 IFC2最低 就是很多年前 10元上到200元 即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所以換句話說 暫時被業主說 撐住來講 短時間都是一個策略來的 嗯 這也是一個官網的態度 因為始終你都不知道疫情如何 疫情相當之反復 今早我們跟余錦鴻談到這裡先 謝謝你分析 謝謝 謝謝 dedicatio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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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 謝謝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